烧光170亿 被员工集体讨薪 又一家新能源汽车 濒临破产 这家新能源汽车 堪称业界奇葩 当年他对标特斯拉 效仿小米 据说这个老板连晚上做梦 都在想着造车 然而整整七年时间过去了 愣是没憋出一辆汽车 员工股东供应商 全部成了受害者 那么这座业界奇葩叫什么名字呢 为什么花光170亿 却落得破产的结局呢 大家好 我是老乔 欢迎收看老乔的巴豆 这家新能源车企的名字 叫奇点汽车 你看看 奇点奇葩一字之差 但却殊途同归 奇点汽车的老总叫神海尹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首先他是互联网老兵 在创业之前曾在号称红一大炮的周红一手下效命 那地位在互联网界也是举足轻重的 其次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属于较早吃螃蟹的那批人 据说他当年很早就向红一大哥敬言造汽车 结果红一大哥没看上这个项目 不知道老周当时咋想的 反正老乔觉得如果红一大炮当时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 至少会改变三种结果 第一 在造车新势力中得多加一把交易 第二 会避免吃巨资投资哪吒 毛都没捞着的尴尬局面 第三 起点汽车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不堪 然而世道有数造化弄人 巧合加巧合 往前一步是机遇 退后一步是悲剧 老沈心想 这么好的项目老周都看不上 那注定是与我无缘 于是奔着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 爷干个体户的想法 于是老沈毅然决然的辞职了 当年未来汽车的老李说过一句话 没200亿的家底就别来玩新能源汽车 这话不假 这造车不像开包子铺 支个摊就能整 有时候有钱都不好使 更别说没钱了 而对于老沈而言 即便他当高管的时候 工资再高 但他工资卡后面有几个零 大家应该能数得过来 但是为梦想窒息的人 哪管这么多呀 毕竟写个PPT也花不了多少钱嘛 于是老沈也加入到了 为梦想窒息的行列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发现没有啊 凡是在互联网混久了的人 但凡进入一个新赛道 啥都没干呢 必须先得好两嗓子 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谁先起的头 反正阿兵好过 阿鹏好过 阿翔也好过 老沈好和别人好还不一样 他一起调就特别的高 一上来啊 就声称要做中国的特斯拉 我不知道马斯克听到这句话是怎么想的 另外他还声称要做汽车界的小米 卖车不赚钱赚软件的钱 我不知道雷大哥听到这句话是怎么想的 当然啊 老沈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反正蹭热点又不要钱 不蹭白不蹭 但你还别说啊 老沈嚎的这两嗓子还特别好使 有人爱听 谁爱听呢 资本呗 资本就喜欢有梦想的人 资本就爱那些为梦想窒息的人 于是乎老沈左手端着PPT 右手揣着大梦想 外加自己嚎的这两嗓子 170亿就这么来了 据数据统计显示啊 7.7车在2019年的时候 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170亿 看到了吧 还真是人傻钱多呀 钱到手了 接下来该干嘛呢 早期车呀 2017年7.7车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款 纯电动车型IS6 并且在当时放出豪言 2018年量产交付 哎呦 听到这个消息是市场一片欢腾啊 你要知道的是 那个时候魏晓李还在埋头造车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时候大家都夸 嗯还是老沈争气呀 结果大家眼巴巴的 从2008年的第一天等到了2008年的最后一天愣是没等着 这时候老沈就出来了 向大家解释哎呦不好意思啊 出了点小意外 咱们2019年春节上市哈 结果大家又眼巴巴的从2019年的大年初一等到了2020年的大年初一还是没等着 这时候有好事的吃瓜群众就忍不住问老沈 咋的啦 IS6还能不能上了 我家的黄花菜都换了两茬了 这时候老沈又出来安慰大家说哎家人们呐你们都不要慌我们马上就找好代工厂了你们再等等啊 嘿听到这话吃瓜群众大眼瞪小眼啥意思呀 合着这两年了IS6还只是个PPT呢 老沈你出来来你出来站着你跟我们说道说道你这两年到底干啥去了 老沈一脸乌乌都表示哎呀家人们呐这事也不怨我 这两年我不正忙着在各个地方忽悠他们给我投资建厂吗 听到这老乔得说句公道话了哈 虽然老沈在汽车量产这事上忽悠了大家 但是刚才那句话老沈真没忽悠大家 2016年齐点汽车和安徽同龄达成合作总投资80亿在那建厂 2018年齐点汽车又和苏州达成合作总投资150亿 准备打造齐点汽车全球研发中心 2018年的后半年齐点汽车又和诸州达成合作总投资50亿要建个基地 然后同龄苏州诸州从签订合同的那天起 眼巴巴的等啊等等啊等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然后等到今天齐点汽车破产了 消费者呢也眼巴巴的等啊等等啊等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然后等到今天IS6还只是个PPT 老沈当年为梦想窒息创造了起点汽车 结果梦想还没实现呢 起点却先窒息了 当年的老沈想当马斯克 想当雷军 想当乔布斯 结果没成想 自个儿最后活成了贾跃亭 而那些被欠薪的员工 被拖欠货款的供货商 被忽悠的消费者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有人说啊有梦想是好事 万一实现了呢 可问题是万一实现不了了呢 留下的可不就是那一地鸡毛了吗 我是老乔 欢迎点赞关注 收藏转发